气象局持续发布泥沙台风海上陆上警报 目前位置在花莲东南方大约48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 泥沙的暴风圈正在持续扩大 而预估今天晚上前后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落在周末两天 来听气象局最新说明 至于陆上警报区还是持续是花莲台东及绿岛蓝与地区 我们预估其他的暴风圈在明天清晨 就会开始影响到我们的近海 也预估在明天上午的时候 暴风圈会接触到我们东部的陆地 现在其实在台东的外洋 也就是台东偏外海的地方 它整个浪高都已经到达三公尺以上 在西南部沿海南部沿海甚至北部沿海 都有长浪的现象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31号星期一这段时间的总雨量的分布 如同今天我们一直提醒大家的主要的区域 当然各地都降雨 最多的区域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中部山区以及南部的山区 这些地方整个降雨量最大值 会落在600毫米到900毫米之间 那中部北部其实平地的雨量也会有 那这样子的降雨形态 我们要提醒大家 今天可能只有东半部地区的朋友 在晚上会稍微感觉到降雨的情况 北部地区也会在年轻人感觉到降雨的情况 不过明天东半部地区雨是增大 然后年下半天到后天开始 连西南部地区雨是也增大 那至于西南部地区之后的雨有多大 我们会看台风向北进入台湾海峡 北转的角度而定 请大家这两天天气正在要开始发生 请大家多注意 好 预估周六日两天影响最大 掌握台风动态 1800台风汇报 目标 速'll b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